记者王骏杰主事报道,新主事议员中书英今天在定期会单位业务质询中指出,是否将侧门与中停停车空间大改造,变成街角幸福广场,规划的汽机车停车位却和民众洽工,员工上班驾驶的车辆比例不符,写停车场出入口车道狭窄,长造成人车征道,希望相关单位能重视。 行政处长白书画指出,街角幸福广场改造后,造成府内停车空间减少,因此市府拟定都想配套措施,包括中央,中正路口附近规划40个机车位,中正路96项规划100个机车位,教育处停车棚有200多个机车位,北大陆公正楼则施工后将成为市府第二停车场, 将提供110个机车位与80个汽车位,之后会针对停车场规划进行检讨。 交通处长尼茂荣指出,市府中停停车场出入口车道确实狭窄,因此设有交通号指,车辆进出须一灯号相互礼让。 中书英指出,停车空间改造工程应以实用性、便利性作为首要考量,市府重新规划中停、侧门停车空间,以方正红砖拼贴打造街角幸福广场,虽达到美化效果,但停车位却严重不足。 无论是市府员工或洽工民众,驾驶汽机车都常遇到一味难求的状况。 中书英说,目前市府中停停车场出入口车道宽近三米,整体车道狭窄,汽车若是乳车道,需小心翼翼才能通过转角处,更有人车争到的危险。 另外,由方正红砖拼贴打造的街角幸福广场,红砖维护成本高,若之后开放汽车由侧门通行进出,也容易压坏红砖。